小吃店琳琅满目 今天我们要来吃在台北市大同区的一间餐厅 这间鸭肉饭可是不得了了 是来自云林道地的家乡味 有老板精心调制的酱汁 以及长时间熬煮的高汤 不管是吃饭还是吃面 都能够吃得到健康美味的鸭肉料理 就让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他们的介绍吧 看起来好丰盛哦 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这个当归鸭肉面线是什么制成的吗 当归鸭肉面线都是由市场现宅的鸭肉送来 我们当场当天都是试做熬的汤 然后下去熬煮的鸭肉汤出来 这个鸭油拌饭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一般看到都是猪油拌饭 不然就是鸡油拌饭 很少看到鸭油拌饭 因为它是新鲜现宅的鸭 那它身上 它这个鸭本身它会有多余的油脂炸鸭油 新鲜的鸭油下去炸的 对鸭油它有一个本身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多余的把它取下来 我们另外老板就另外有那个 那这是它取它身上的肉 然后下去做的一个鸭肉饭 鸭身上多出来的骨头 我们也拿来制作这个高汤 然后来做这个 来淋在饭上面的一个咸汤这样子 店里面的每道料理都经过费时费力的做工 才能够展现出原汁原味的精华 就连我们的主持人吃完都说心好暖 那每天早上呢都是由华南市场新鲜的鸭 那再下去熬这个更再做最后一道的手续这样子 那这里面有将近十几种的那个中药材下去熬住的 是因为前阵子都有那种食安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讲求就是尽量就是 讲求就是能够自己自己来制作 让客人吃的也比较安心 所以我们都是用那个 鸭身上的一些多余的脂肪 那我们就是先炸这个油这样子 鸭肉对我们来说平常都可以吃得到 但最特别的是 这些料理都是来自云林道地的口味 不管是在中药熬煮还是鸭肉的选择 都费了不少功夫 味道绝不输其他家呢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那边帮忙 那有客人他就是跟我说 他在台北市吃到家乡的味道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单规压面线是传承土库 所以说很多来台北打拼 很久没回去这个云林故乡的人 他来吃的就是他跟我说 他吃到了一个家乡味的感觉 然后很开心那我才会把 才会来开这个店 我们因为要让他更接近他故乡的味道 我们有专程到云林土库那边去 试吃他的味道 然后把他的味道在台北再呈现出来 因缘计会之下 老板因为客人的真情流露 有了开店的念头 现在更扩展到了八间分店 而在赚钱的同时 老板也不忘人间温暖 当初我是看到收回收的那个婆婆 然后她就很辛苦 那她经过的时候我就拿一份鸭肉面线给她吃 那后面在网路上看到就是有很多店家 都有这个爱心待用餐 然后我才决定下去做这个爱心待用餐 店家自己做 我们不跟客人收钱 就是完全由我们店家自己提供 那所以说我们有9家店 我们每家店都有 135都会提供这个爱心待用餐给需要的人 那我的个人理念就是说 我在这边做生意 我在这边赚钱 我回馈给当地的 比较弱势的团体 她要来拿爱心待用餐 她有时候她不好意思开口 所以说我们后面才会在外面贴了一个牌子 就是你拿了那个爱心 然后拿给店员 然后店员她就知道你需要爱心待用餐 你不用开口这样子 老板的初衷 是要带给异乡人熟悉的味道 随着事业起飞 老板也将她的爱心散播出去 即使自偷腰包 也要帮助有困难的人 快来吃看看满是爱心的鸭肉料理吧 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 请记得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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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